好 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讲的 昨天就讲的 我们现在是给亚运 好像呢 等于说是倒车赶测 我们的表现越来越好 刚刚讲 昨天4比0玩封韩国 那今天更厉害的是 15比0整个扣倒了 这个是提前比赛 提前结束了 香港 更夸张的是 今天戴志颖 19分钟就进到16强 甘家威 我们已经53年 我们的男子拳击没有拿牌过了 没错 我们全级选手在亚运要拿金牌了 好 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昨天晚上的话 大家应该都看了血脉喷张 就是我们的棒球队呢 又以4比0呢 又把南韩击败 而且是玩封了这个南韩 让南韩挂压弹 那么事实上是最近我们跟南韩碰面的这个过程里面 已经连续23局让南韩挂压弹 所以南韩媒体也受不了了 他说这个也是杭州惨案啊 杭州惨案 之前有什么千叶 23局都零分 那今天呢 包括说戴志颖 我们的这个网球的我们的羽球的这个天后戴志颖 他现在也晋级16强 周天成也晋级了这个16强 当然我们看的最血脉喷张还是甘家威啊 这位周族勇士啊 打到这个眼角都流血了 他现在冒这个遇血进入这个金牌战 我们看到韩国4比0落败之后 他们韩国的报纸受不了了 当然 韩国这个矮定已经连续23局根本没有得分 连续三场都已经失败了 现在你连台湾都比不上了 没错 事实上我们韩国呢 事实上棒球对他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骄傲 你看我们曾经看过在经典赛的时候 当时不是韩国曾经在这个经典赛的时候 在日本的主场在他们这个 投手缺段插上棋子 插太极其 名目一朗的脸都绿了 那时候是韩国棒球最强的时候 当时我们台湾的棒球也比不上 可是你看到这几年了 我们台湾的棒球 似乎是真的把韩国压下去了 你可以看到超前日报说什么 这个连续23局的无失分就没有得分 然后连续三场失利更加痛苦 韩国棒球现在连台湾都受不了了吗 所以我们已经打不赢台湾的这个局面了吗 另外你看 另外一个报纸说 台湾棒球显著进步 那台湾的韩国棒球已经落后了局面了 所以他在讲 韩国的棒球是井底之蛙 对 那甚至他们来说什么 台湾目前为止来说话 你看包括说在打击防守跑壘 都已经超越了韩国了 然后以往投手控球不稳 或是打者击球 精准度下降的局面很少见 有此可看出台湾棒球运动 一直不断的在发展 这么厉害 对